字幕志愿者 茜茜 翻唱或英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翻唱或英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十分之一 兩天一夜往哪兒走 昨天好旅遊 十合完了走遍那個角落 這是我們第二次來到彰化 我們這次來到了永進 一來到永進 我希望你們就永遠的平靜 是吧 不是 是因為這邊什麼東西都好 讓我覺得心靈好皮靜 你知道這邊有哪三多嗎 三多 不知道哪三多 第一多 歷史人文 第二是什麼 第二 美麗驚喜 造景多 造景多 第三 打卡景點 真的很適合拍照打卡 太棒了 所以我就幫你規劃 這兩天一夜的驚喜之旅 好不好 期待 我們會先去文化園 去那邊 那邊有台版兼六園 日式庭園 我們又要偽出國了嗎 對 又要偽出國 而且那邊還有一個百年 歷史建築可以去觀賞一下 接下來我會帶你去媲美 竹立美術館的景觀餐廳泳餐 很有意識 氣息 吃創意台菜 接著我們當然要去逛逛 永靜老街 一定要的 逛老街要幹嘛 就是吃吃喝喝 就是去吃對不對 當然也是認識一下 當地的人文故事 接著我會帶你入住這個 田園景觀非常漂亮的 三合院民宿 三合院民宿 然後第二天一大早 我帶你去彰化的園林 那邊有一個以愛情婚紗 攝影為主題的觀光休閒農場 我感覺可以拍很多美照 而且這邊還有療癒的餐點 可以吃 這兩天一夜行程可以嗎 我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一起 好好拍你 好美 這顆是我們的正年之棒 這一顆250歲的黑松 我們講的話就是大黑松 前一百年的話是在日本 一邊享受這邊的創意台菜 一邊看這個枯山鼠的景致 都很好 肉捲 可以小看它 好香 這是很傳統的台菜 口豬肉汁 而且你越吃豬香越嚼越香 而且它裡面有加那個 很經典的壁棋對不對 60年代 那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其實60年代的時候 湧進的這個生意還是非常地 有酒家 有酒家 有茶汁 然後包括我們的戲院 雖然是已經不在了 但是有戲院也表示這個地方 那時候是很有文化的 大家都很懂得休閒 行車在高速公路上經過彰化 兩側都會看到 一塊有一塊閃亮亮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下來過 會用燈 來騙他們 現在是白天 你不要開花 你現在木田要做的 就是趕快快速地成長 一直要成長 該為是 和牛吧 沒錯 來這邊這樣可以吃到和牛 太扯了 這真是讓我嚇壞了 真的是 我嚇死了 每一口都好香 真的很好吃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整個氛圍已經不一樣了 對 你剛剛說要到日本 對不對 我跟你講來永靜玩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拜訪一下 把他們讓你們一打開眼睛 又來了 日本 到底是不是真的 跟我走就知道了 GO 真的一秒來到日本 一睜開眼睛就來到日本了 超美 還有 好大的魚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魚 超像海豚的 真的是 太厲害 太專業了吧 我真的覺得來到這邊 我好自在 真的 我的日本夢又完成了 對 偽出國又來了 對 但是這個文化園區 我們是好好認識一下 一定的 我請了一個 專門介紹的老師 一定要 你為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他 我等一下一定要先問 怎麼會有這麼大隻的魚 好 歡迎道恩老師文中哥 我是布倫豪 文中哥 好 早安 好 主持人 早安 好 記憶還有那個差異 好 觀眾朋友 你好 超哥 我想先問 我想先問你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魚 有 這邊你看 這麼漂亮 這麼大一條的烏魚 就是 非常漂亮 還有這邊很漂亮的景裡 這個是一個庭園造景 非常歡迎來到彰化縣永進鄉 非常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園區 我們這個文化園區總共有多大 這個文化園區的話 整個戰地面積的話 有10公頃 這個地方就是河原 日式的庭園 河原這個地方的話 很多網友 網美 來到這邊的話 給我們一個稱呼叫做 台版的 縮小版的日本監六 監六園 真的有像 真的 很像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不只要當網美 我們還要當個有深度的網美 好好地了解在地 對 也可以認識一些 歷史人文故事 對 這個園區的話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過來這邊欣賞 它是捐寄歷史的人文 以及庭園景觀造景 一個休閒的精緻的園區 網美這棵樹 跟你們介紹一下我們的正年之寶 這一棵 250歲的黑松 我們講的話就是大黑松 日本大黑松 日本大黑松 它的歷史 總共250歲 前100年的話是在日本 它是從日本過來的 對 它是日本從過來的 250歲 這個不簡單 我覺得它這個就像是 一個活生生的藝術品 是 它見證了250年的歷史 對 然後它 我覺得它可以現在再種在這邊 它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樹 是啊 做到非常好的照顧 而且它的皮膚非常好 對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打造的話是在2012年的12月 才完成而已 這些樹木都是從卡伊灣 各個縣市裡面去找了很長 非常珍貴的老樹 然後把它集中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到了田尾以後 發現到這一棵 跟黃天鶴老先生在講說 這樣子好了 我們會不會把你們 移到這個地方來的話 可以讓更多人來欣賞到 很漂亮的一個黑松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加明湖 平地版的加明湖 我看過 非常非常地漂亮 我看過加明湖 妳有去過 我在地理看本上面看過 很多網友 很多網美都來這邊會拍照打開 因為網美比較偷懶 不想要爬山 所以這邊是湧盡的眼淚 沒有 所以這麼漂亮的湖 來到這邊老少賢儀都看得到 這邊的話一個景觀景色的話 不是說中年看起來 都一成不變的話 它會變化的 所以老師會在這邊 春夏的時候的話 一片立昂朗 非常地漂亮 到了秋冬的時候 天氣寒冷的時候 整個怎樣 我們因為有 那個什麼洛宇松 北美的洛宇松 整個會變成有紅和色的 很美 很漂亮 老師 我們身後這個就是500年的老樹嗎 對 500多年的老樹 它是什麼樹 它叫做豐崗寺 我們一般的研藝葉子 給它通稱叫做紫檀 紫檀 非常漂亮的 又兩個名字 它是景觀樹木 它的葉子也是在秋冬 天氣寒冷的時候 整個會變成澎紅的紫紅色 整個 它現在有一點微微的 對 現在已經慢慢在變色了 它的原本的品種是源自於台灣嗎 對 它是台灣的那種的 它是在 我們屏東有個地方叫做豐崗 對不對 豐崗對不對 所以它在豐崗寺流域那邊的話 也滿多 滿多的 真的 老師 我看到它很有感覺 我看到我就想要去存錢 為什麼 因為我的副頭在那 很像 摩尖營 摩尖營 金顏造景的話 一般很多都會用到這個去 而且造景色會非常嚴重 我們身後的網站滿滿的 洛宇松 真的是有夠美的 浪漫步道 我們很優美的洛宇松步道 好浪漫 從這樣看過來 有些還沒有變色 有些已經變色了 通常都什麼時候來賞 洛宇松最美 我們這邊的話 大概要差不多 果榮逆年那個時候過來 對 它有整片一大片的 洛宇松步道 洛宇松我喜歡它整棵這樣 很茂密 然後蓬鬆的感覺 老師 這個就是 百年歷史建築嗎 對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彰化縣的歷史建築 百年的魏家 周楚 陳美貢堂 這是一棟敏克龍河的建築 敏克龍河 怎麼說呢 是因為他們這個 祖厝的一個祖人 當時是福建永定的客家人 因為他們比較 祖先從大陸那邊過來的話 比較晚到彰化平原這個地帶 這個地帶早期已經被敏蘭人 所佔有了 所以他們為了生活 一定要跟敏蘭人相融 所以也變成說 也築起了敏蘭市的一個建築 這樣子 雖然這個的話是以 山藝院的格局下去 做一個打造的 可是裡面的話 還是有很多他們客家文化的 特色的話都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要看到現在牆壁 白色牆壁的打造的話 裡面都是用竹子 做牆底把它打造起來的 這個叫做編竹夾泥牆 編竹夾泥牆 白色的編竹夾泥牆 這是客家建築的一個特色 是 閩蘭市的建築的話 一般都是比較華麗一點的 紅磚 紅磚那種的 有花圈也是有紅磚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嗎 底下 對 兩個融合 閩克融合 沒錯 百年古厝 訴說著先人唐山過台灣 碧鹿藍綠 開家發跡的艱辛歷史 陳美公堂 從西元1885年開始建造 起初是一條龍市竹筒屋 1917年修建成今日 二進雙戶龍的格局 在2005年請來傳統老師傅修復 經歷七年完成 古厝各個角落 重現著閩克建築記憶 及人文精華 了解文化歷史之外 還能拍美照 欣賞用美濃之傘打造的 漂浮傘街 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 還好我們有這個小洋傘 遮一下 但妳看這個 這個油紙傘掛在天上 這種感覺 超美 就很像感覺 你在有錢人家 到處有人幫妳撐傘 到處遇到貴人 妳如果可以很棒 等一下 講到這個 幫我撐傘 妳要想當一有錢人是不是 體驗一下千金的感覺 我的時薪一個小時是100還是150 你這個傘都沒有撐到 我覺得這可能要扣錢 不好意思 而且講到這裡 我真的肚子也是餓 妳真的非常幸運 我們剛才剛逛完台版兼六園 對 它屬於那種竹山風格 就是有假山有池塘 然後日本還有兩種庭園風格 枯山水風格 茶室風格 吃東西 也可以還享受到 哭山水田園風格 我們等一下餐廳是 還有另外一種風格 期待 真的 是不是來到這邊 就根本就會來日本觀光 對 所以閃撐起來 不好意思 準備走了 好 走 Let's go Go 這是你剛剛說的枯山水景觀嗎 對 妳剛剛進來有什麼感覺 先問妳 我剛剛一踏進來 整間餐廳先聞到的是檜木香 超放鬆的 然後再走到往後走 發現整片落地窗都是景觀 它就很像是藝術品一樣 其實這邊有點像是 媲美日本島根的 竹立美術館 因為竹立美術館也是這樣 大片落地窗 看出去這個枯山水田園 就很像看到畫藝術品一樣 真的 資深在畫中 還是太幸福了 對 你就一邊享受這邊的 創意台菜 一邊看這個枯山水的景致 多好 然後我要特別為妳介紹 這邊有兩道菜 一定 一定要吃 招牌 招牌菜 拿兩道 第一道這個 這個是 肉捲 不要小看它 好香 這是很傳統的台菜 這個感覺像什麼 這皮 完全沒有皮的感覺 它用豬網油 裹這個 豬網油我也是 最近才知道 它就是豬的橫膈膜 像白色的脂肪 那個筋 是用那個來做的 非常薄 非常薄的筋 好珍貴 用這個豬油 這樣裹住這個肉 它那個肉汁 你看 鎖住肉汁 而且你越吃豬香 越嚼越香 而且它裡面有加那個 很經典的壁脂對不對 對 爽脆的口感 而且裡面的肉汁非常多 我覺得這真是讓我驚豔的 但是這邊的第一道 好幸福 來 還沒結束 好 還沒結束 第二道這個 炒米粉 我的愛 我跟你講 妳很喜歡吃炒米粉 我也很喜歡吃炒米粉 吃炒米粉就有一種 讓人家想到小時候的那種 很黏的那種絲帶 簡單的美好 可是炒米粉其實不簡單 來 好香 炒米粉好吃 雖然好吃 但很怕吃到很乾的 這炒米粉非常濕潤 然後又非常香 加上這個蛋酥 更提味了 妳講到重點了 它這個蛋酥跟油蔥酥 它就是會放在上面 讓這個米粉 濕附這兩個味道 所以很入味 它這個尾韻真的很厲害 對 淡淡的煙燻醬味 好喜歡 除了在這邊用餐廚的環境 很舒服之外 最重要的是 它每一道料理都是非常經典 就充滿台灣 兒時的記憶 兒時記憶的那種在地的料理 然後我覺得非常用心 雖然是很經典的台菜 可是它每一道用料都非常實在 剛剛我們講了說 我來這邊帶妳來吃吃吃 是創意台菜對不對 妳已經吃到這古早味台菜 那創意在哪裡 妳看看妳這一道 這個是 黃金六兩肉 這是烤的熊板豬嗎 怎麼樣 炭烤功夫應該有時候 到我咬下去是 脆脆的感覺 對 非常脆 好扎實 好Q彈 它的炭烤功夫也是很不一樣的 跟食蔬這樣烤的 這樣放在一起對不對 就整個搭配起來 這個味道的層次 也是非常地鮮明 來到彰化永靜了 當然要認識一下永靜老街 一定要了 而且妳知道嗎 我這次幫妳找到這個 永靜老街的介紹人 很厲害 年輕有聞又高又帥 又高又帥 還是個總幹事 真的很厲害 對 而且它跟我們一樣 都是台北來 對 真的嗎 對 應該很酷 竟然可以來這裡當總幹事 那就來介紹一下 好 成總幹事 阿俊 阿俊 你好 好 兩位好 你看是不是年輕有回 對不對 真的 可以換主持了 可以換搭檔了 不好意思 馬上在那邊擠出去 好可憐 但是我還是想要問一下 阿俊主持 我其實滿喜歡永靜的 因為很多人對於永靜的想 概念就是覺得 這邊拍照很美 什麼都好 但是大家對於永靜 這兩個字 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OK 其實永靜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客家聚落 是 以前我們常常在課本上 看到什麼 有什麼客名蟹鬥 對不對 對 他說是在這邊 這個地方發生很多的蟹鬥 所以他說在永靜街市 這個地方成立的時候 他們就希望說 這個地方不要一直打架 然後就取了一個 永靜的概念 所以真的後來都沒有人 在打架了嗎 這個不好說 不好說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樣永靜的名字就來了 是 所以也就是有了永靜老街嗎 聽說它是有一個什麼 它第一條私人間接 是什麼意思 是這樣子 因為以前客家人 因為他們來這個地方 我剛剛有講過 他們都是敏蘭人 他們在這邊開墾 開墾很辛苦 後來慢慢地 他們作物豐收之後 開始就要做生意 交易 但一直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集中讓他們 好好做生意 那時候就有一些地方人士 就集合起來 跟限定說 我們可不可以 大家把一些田地捐出來 我們在這邊 建一個永靜的街市 大家可以在這邊做交易 所以是因為客家人的團結 所以才有這個第一條 他們自己建的街 而且從那個時候 他們就有這個都市計畫的概念 對不對 可是人家很厲害 就懂得變更地木 對 所以其實這一條街 也等於是族群融合的一條街 是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要 錢寧帶我們去那邊 去老街 然後你知道很重要的是 老街一定有吃的 走 阿俊 這一面牆很好奇 好多圖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因為這個牆就是我們的 永靜故事牆 有穿越的感覺 是 穿越時光的感覺 因為以前我們永靜街 雖然是很繁榮 但是我們剛剛不是說要 永久平靜嗎 但在一次的卸透當中 永靜街還是毀了一次 所以以前我們這個有蓋 瓦片的這個屋頂 因為那時候他們說 他們為了城市的美觀 所以不用茅草做屋頂 改用瓦片做屋頂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用這面牆 來去想像我們當時的 時光長什麼樣的 這個差不多是什麼年代的 這個差不多是60年代的時候 60年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其實60年代的時候 永靜的這個生意還是非常地 有酒家 有茶室 那就不好說了 對不對 有這種地方表示這個地方 一定是很繁榮 才會有這樣子的店家 很多人家 人家 人家 對 然後包括我們的戲院 雖然是已經不在了 但是這個有戲院 也表示這個地方 那時候是很有文化 我們大家都很懂得休閒娛樂 所以現在還有這一面牆 可以讓我們回憶一下 當時的盛況 雖然我們是外來人 但來到這邊好像就一秒了 到了永靜的過去60年代 對 穿越 所以我們剛剛好好補一下 這面牆把它變成更鮮豔的 對 真的 那個時光的歷練 還是有點斑駁 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好 很有味道 是 既然60年代很繁榮 我們的胃也可以有 那種60年代那種復古的感覺 就我已經在提示 就是我一直來著這個老學 他等我們 因為我看你是算可以吃的人 對 那你講完它之後 你沒有稱讚一下 我感覺是 你是一定可以吃 覺得不錯 我們來到老街的這個廟 這個宮叫什麼 永安宮 永靜永安宮 永靜永安宮 它是拜 三三國王 客家的祖神 真的 你知道你真的 這個陳總幹事真的厲害 這個阿俊真的太強了 怎麼說 因為一個老街 地方最好吃的就是在廟 對 廟口 是 廟的附近就有種好吃 賣很晚 真的 是 而且我已經受不了 我已經聞到味道了 你幫我們點了嗎 推薦的 點好了 點好了 對 就在這個地方 炸的菜包 炸的菜包 很好吃到 很好吃 古早味 蘿蔔絲包 好多選擇 那你幫我們點了嗎 點好了 已經在炸了 好 因為現在很熱門 要排號碼牌 好 好香 香嗎 超香的 為什麼推薦這個 因為排隊美食 為什麼它是這樣做 用炸的 很少吃到用炸的 因為這是客家人的古早味 對 那你平常來這邊都吃奶 我會吃高麗菜跟韭菜 韭菜今天賣完 來 讓這個蘿蔔吃給你 好不好 是 每次沒吃過的 真的嗎 我沒吃過這個 你要講口感 好 沒問題 老闆這邊開多久 快20年時間 沒有 老闆剛剛說 他2點半開始開了 他賣了20個 對 那我先咬一下甜甜圈 很少看到甜甜圈 你剛剛有看到它是直接這樣 這樣下去這樣炸的 如何 先發表你的感想 皮超酥的 好香 這甜甜圈是有嚼勁的 外酥 內Q 這麵 麵糰嚼起來是越嚼越香 這跟我們常見的甜甜圈 有什麼不一樣 我一般在麵包店買甜甜圈 咬下去會覺得 它咬下去會那種 陷下去 因為比較軟 可是這是Q 我等一下再多加幾個 咬完會回彈這樣子 會回彈 而且它皮 因為可能是火候的關係 皮超酥的 所以它會彈牙 彈回來 然後讓自己牙齒再撞牆 是這種感覺 這麼彈 很厲害 再咧 很必須要吃 高麗菜包 熱呼呼的這個口感 跟不一樣 好想吃 真的很薄 超薄 超薄 所以裡面滿滿都是餡 我剛剛覺得 我好像牙齒在做彈簧床 還是這樣彈 你看它那餅皮 也超薄的 我最討厭吃那個餅皮很厚 因為我感覺吃個包子 或肉包 菜包 就是在吃飯 而且它炸的 因為外面炸的 大家都吃過那個炸的餅 傳統的那種雙胞胎或者是什麼 它不是太綿 太多的麵糰在裡面 它非常薄 你看 超濕潤的 滿滿公益菜餡 好甜 這麼甜 真的很甜 我中熟就對了 中熟 中熟 很棒 那就換我來一下 蘿蔔絲餅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詞彙 我就單純地吃一下 天啊 這個也是爆餡 你看 就是你會馬上吃到餡的味道 因為餅皮不是那麼厚 所以你的味蕾 馬上可以碰到餡的感覺 然後跟餅皮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它有競爭敵要把你給幹掉 然後這個東西 因為我沒有點過這一個口味的 餡料吃起來味道如何 我現在就是要改變我第一名 就是變這個 真的 高麗菜包被幹掉了 就是順位往後移一個 一分鐘進去好吃 真的嗎 真的 你的第一名 為何越來越濃了 我想問一下阿俊 你帶我們來吃 這個只是點心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 這個 我哪一家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家的 要不然家很晚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來這一家鴨肉飯店 這邊有多美食 就在隔壁 對 因為你知道鄉村這種地方 不是那麼多店都開到很晚 所以晚上你選擇不多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抱著 沒有任何期待的心情 來點了它的鴨肉飯 哪位新衛生人 嚇到 我現在晚上都來這邊吃 馬上點鴨肉飯 大 對 過人跑天爺 我覺得阿俊 你真的是一個好人 怎麼說 你點的東西我都很喜歡 這個是 這個是 鴨肉飯 鴨肉飯 看起來就色香味俱全 然後這個是金燒排骨對不對 對 就是招牌燒肉 金燒排骨 它停下來也太高級了 跟你一講好像忽然可以加 加下 加很多的感覺 對 這個炸的皮是不是 再來是這個香腸 鴨鴨鴨 我覺得敢開在廟裡面的店 都是要會很好吃 沒錯 因為 要實在 對不對 要實在 一定是這樣做的 對不對 我覺得是 可以吃的嗎 可以 這個鴨油很多 這個不用做新竹 好辣 我的天啊 什麼 這鴨肉超入味 超香 我的天啊 真的 真的 你剛剛說到那個鴨油 每一粒米都吸飽 那個鴨的 精華類 在地的桌水米 對不對 對 而且這樣很甜 很香 真的 我終於吃到 為什麼你就這麼喜歡吃它 而且它切得細細 一條一條的這個 跟我們城堂的外面是吃了一片 一片一片 對 口感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把你的飯 跟每一片鴨肉都拌在一起 每一口都吃得到肉 那像小紅瓜 吃醉 好好吃 對 你一天可以吃幾碗 我這個身材就知道吃不多了 大家試一下這個 燒肉 我覺得這個更讚 因為看燒肉以為是紅色的 那種紅燒肉 對 因為它是這種金黃色 它這金黃色的皮 有點像是我們吃那種 脆皮雞排 或是那種日式 躺羊雞的那種 那種皮 這也是你來的每次必點的 必點的 這肉很嫩 很香對不對 超香的 我喜歡 我超喜歡它炸的這個酥皮 你太貪心了吧 這整盤的薑都被你夾走 香腸 大蒜 漢堡 很香 有沒有 有升天的感覺 老闆會長命百壽 真的 做人很實在這樣 蒜給得很好 但你吃的都是新鮮的蒜 因為這個香腸 它自己灌的味道 我覺得剛剛好 肥瘦至中 是清爽的 清爽的 而且 有濃濃的枸杞 香氣在裡面 搭配薑絲 所以感覺我們這樣隨便點 都不會踩雷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怎麼點都怎麼好吃 沒錯 我喜歡它這個湯 真的是 不像我們可能要喝那種中藥 或是什麼會有那種 怕是很濃的中藥才會乾 但不會 它非常地清甜 比較容易入門的 而且會回甘 我覺得好厲害 老闆真的很用心在吃中藥 真的是 好幸福 我很想問他居然有問題 像我們現在永靜老街 你看美食都這麼好吃 又有這麼有為清爽回來 就是幫我們永靜 做一些事情 希望讓這邊就活絡起來 沒錯 這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主要是 負責在做地方創生 其實你知道現在 其實鄉村的高齡化很嚴重 有時候就外流 年輕人都會輸走 以我自己為一個榜樣 其實新年是可以回鄉 來這個地方生活的 生活品質其實很淡 我們永靜蟹平安 是我們在地一個很重要的習俗 是 就是很多永靜人 他們在外地 都會趁著蟹平安的時候 回來團聚 所以下次我們就來拍12月 對 12月的時候 再來一下這樣子 那時候活動會很精采 完了一整天 很開心對不對 很開心 我帶妳來入住這個地方 保證妳沒有住過 什麼地方我沒住過 妳有住過 三合院嗎 三合院還真的沒住過 對 我們住過農村 住過帳篷 就是沒住過三合院 我也沒住過 就是這裡改良式的三合院 這個三合院 跟我想像中的有點不太一樣 怎麼說 我這個三合院應該都是比較 矮矮舊舊的 對 它是改良式的 可是看起來超高級 但是這邊還是有一些 一些古實的味道 你不是大家在院子裡面 聊天 抬槓 還可以聽到機聲 我已經聽到 Go 很熱鬧的 妳有發現這個老闆 他對於這個庭園景觀 很有一手 很漂亮 到處都是花花草草 妳看 墨西哥駱魚松 很漂亮對不對 而且妳來這邊可以看到 各自各樣 妳可能很少看到的一些植物 像這個 妳看看這個 我知道這個 妳看 這個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是椅葉琴 椅葉琴 對 它晚上才會開花 第二天就沒有 它就不認識妳是誰 就椅葉琴 它結了果實 好像芭樂像這樣 小小的 一顆 好美 妳這個整個花園 妳要怎麼逛 怎麼逛都可以 好不好 妳不要忘了 妳要開向妳的房間 沒錯 那就循著這個花花草草 走向妳的房間 好 走 來了 停 妳看妳的房間叫做 心田 心田 打開心中的錢 心中 很甜 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 這裡有回到我阿嬤家的感覺 是不是很溫馨看 超溫馨的 這個感覺也是老闆 他是小時候的一個夢想 住在三合院 長大也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 三合院的快樂 而且這個跟三合院有點不一樣 它是改良過 一般三合院如果你真的去住 它的廁所是在外面的 妳有一個超大的廁所 妳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好棒 是不是這個畫面真的很 廁所真的是 可以睡在裡面了 好 那就廁所留給妳睡 真的 對妳 對妳超好是不是 真的 謝謝妳 加油 Let's party 等一下 妳這麼晚 妳這麼冷 帶我來這裡做什麼 我不是跟妳說這裡越夜越美麗嗎 後面是滿美 可是人在哪裡 妳常常在高速公路上面 就看到有一片的很像 很像什麼田 然後開著燈 在晚上就跟著一樣 就每次行車在高速公路上 經過彰化 兩側都會看到 一塊有一塊閃亮亮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下來過 我真的好奇 到底是什麼這麼亮 我跟妳講 我下來過 然後等 都等不到人 那為什麼開這麼多燈 對 妳看 仔細看 原來它是個花田對不對 但為什麼他們要開這個燈呢 然後又沒有人在這邊 這時候 我們就要請一個非常厲害 就是我彰化 對不對 一個隱藏版的好朋友 是我夜空的信心 會指引我 所有的問題 他都可以幫我解決 狗腿 趕快歡迎他出來 歡迎鄭文老師 老師你好 老師又見面了 又見面了 老師 我們真的很好奇 為什麼 晚上要開這麼多燈 照這些花卉 這個就叫燈兆菊 也叫月兆菊 在這邊的話 因為彰化 它是一個很棒 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栽種植物的地方 尤其是這些花海 這個花海 我們知道說 花要讓它賣得好 尤其是像這些都是切花的 這個切花的話必須要 它長得好又壯 你那時候頭好壯壯 我知道 就是讓它整個植物的筋 長得很長 筋筋這樣子才高 對 沒錯 那一般來講我們知道說 在所有的植物 不管植物也好 動物也好 生命的善元素 好 我們知道說在這個夜間之下 你要刺激讓它的一個植物 快速地成長 你要騙它 現在是白天 你要不斷地去做成長 讓它照光 然後一直形成光合作用 長高 對 沒錯 可是它這樣不會因為照到光 很快就開花嗎 不會 其實一般來講 很多植物 它們都是夜間開花 為了要抑制它 不要那麼早開花 所以它們也會用燈 燈光來騙它們 現在是白天 你不要開花 你的 你現在牧田要做的 就是趕快快速地成長 一直要成長 把它的精打長 那我終於懂了 所以照光 在夜晚照光的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讓它長高 第二個就是讓它 不要這麼快開花 對 所以我們知道花式的時候 買的那個花才會這麼漂亮對不對 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就是一間開好了 對 它不是 所以說如果要讓它 快速地開花的話 它可能就是燈關掉了 然後兩 三天就馬上開花了 原來是 那真的是上了一個 老師 我知道 我們其實彰化我們的菊花 其實是很有名的對不對 而且還外銷日本 對 世界各地都有 我們知道說 尤其在我們的菊花來講 不管什麼樣的植物的話 它們都是會用 這樣的燈造取的部分 不管什麼植物 都可以用這樣的 對 包括水果也是 水果也是 對 所以彰化是個農業大縣 所以在這邊的植物 我們的農民也很厲害 一直去做一些研究 讓它品質非常地優 也非常地好 而且在栽培上來講的話 也突破了很多的一個關卡 所以讓它比較沒有從害 而且花的顏色也很漂亮 符合現在人的需求 尤其在我們這一些植物 要把它賣得好價錢 當然就是要看市場的需求 一般的市場需求 他們很喜歡去做剪花 插花的部分 所以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就是它的梗 長不長 值不值 對 要長要值 所以它在插花的時候 才會插住了一盆的好花 所以他們用這樣子的燈造取 可以讓它的一個植物 拉得很長 而且他們還用網子 然後每一根每一根就一朵花 分株這樣 分株這樣子一直長出來 原來是這樣的經濟效應 讓彰化形成夜晚有一種 就星空翼翼的感覺 沒錯 一般來講像這種是小菊花 小菊花一般 如果說要大菊花的話 它不可能讓它開那麼多 它一定會把它剪掉 輸掉 我知道 可能把分子剪掉 就讓它養分 獨地的那幾個 它們會留下來 就好像我們的水果要蔬果一樣 它這個要輸花 這樣子的話 它的花 它才會開得漂亮又大 像這個是屬於一種 點綴的一個小菊花 點綴因為一般在煮花 還有配套的一個花的部分 互因之下 才能夠讓我們的花 一盆花會非常地漂亮 對 上了一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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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剛剛逛了一下 很喜歡這個地方吧 超美的 超好拍 第二天一大早 要帶妳來這個地方 真的是很棒 很愛 愛 妳這樣 拍照 拍一個網美照 那個幾個關鍵 第一個 就是妳的人 如果長得很普通 對不對 妳的衣服 只是拿來遮羞 妳的場景就變得非常地重要 這個場景可以就這個整個照片 妳知道嗎 沒錯 就是要有好的場景 怎麼拍都好看 沒錯 而且妳知道這個地方 除了拍得浪漫 而且拍得就是異國風情 而且還拍得很魔幻 魔幻 對 很魔幻 然後拍完以後 我們就去吃療癒的點心 怎樣 太棒了 網美行程了 今天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們繼續去拍吧 走 GO 園區內規劃許多主題大卡經典 特色拍照彩繪牆 歐式的夢幻建築 大片草地讓人盡情奔跑 還有各種萌萌的可愛動物區 讓人有種身在童話世界的感覺 吃飯了 妳在幹嘛 我在騙他們過來 人家說網水池這樣撒的動作 魚就以為有飼料 這樣他們很可憐 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懂 他們還是小寶寶 小寶寶 沒有很大隻 對啊 妳要 妳知道要餵他們吃什麼嗎 飼料 當然我沒有飼料 那妳上次喝奶奶什麼時候 很久了 對 我已經沒有忘記了 這身魚就是要喝奶奶 怎麼可能 喝奶奶才會長大 真的 假的 對 要喝奶奶 為他們喝奶奶 他們真的會餵嗎 對 為他們 喝奶奶 真的要吸的 真的 來 喝奶奶 喝奶奶 奶奶 要握緊 來了 不要搶 不要搶 真的 好大隻 牠會整個瓶子吃掉 牠會整個奶瓶都吸進去 好可愛 牠其實很溫柔 反而是其他的比較兇膜 牠的特寫真的是很像小寶寶 拍完一堆美照 網美肚子餓 網美肚子餓 我手都超痠的 補一下體力 妳也拍到就超餓 那妳什麼星座 我問妳 我牡羊 我記得妳也是牡羊 對 我們就找一個 跟牡羊座有關的地方吃東西 找到我們的位置 妳看後面這個水管屋 有不同的星座 12個水管 有牡羊座 在那裡嗎 就在那邊 進去好不好 Go 好棒 我們在牡羊座的世界 牡羊座的星塵 牡羊座是什麼 熱情開朗 積極向上 我們要用很用心積極的方式 來吃這些料理 一定要 而且妳看這周圍滿滿 它連旁邊都畫上星空 星空 來這邊就可以吃鍋 妳要吃排餐 什麼都有 也太豐盛了吧 好 我趕快先蒜一片肉 等不及了 妳這個是松阪豬 松阪豬 一開始就吃松阪豬了 黃天就有了 妳先吃一下這個 然後還有一個會嚇死妳 嚇死我 妳絕對不會想到 在這邊可以吃到這個東西 咬下去那個 汁 很好吃的感覺 Q彈的口感就是松阪豬 太厲害了 已經吃到松阪豬的厲害 一般我們到外面 不管是景觀餐廳 吃到松阪豬其實 現在已經變得非常地頻繁 為什麼 因為大家競爭激烈 但是妳卻能在這邊吃到什麼 吃什麼 一比利豬 一比利豬 吃果實的豬 來 這給妳 給妳 它跟松阪豬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多了一種甜的味道 而且好嫩 對不對 一比六豬是嫩 然後松阪豬是爽脆 對不對 想要吃嫩的爽脆的 這邊都有 對 這個標準很厲害 妳剛剛吃豬 我跟妳講 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也是要好好犒賞人家自己 我這邊有一個 妳知道是什麼嗎 我眼神這一塊 真的不會是 妳看這個油花 多麼地豐富 什麼 牛的部位會 這麼地 該為是 沒錯 來這邊這樣可以吃到和牛 太扯了 這真的是讓我驚訝了 真的是 我嚇死 對 驚訝 非常驚訝 妳知道這個 真的是很厲害 我覺得可以了 就是要讓粉嫩 你看 燙出來的感覺 應該是有入口即化的感覺 好 好 怎麼樣 這油漬廣往中過 等一下去每一口都非常軟熱 油漬就在我嘴巴那邊 倒出來了 每一口都好香 真的很好吃 然後妳想吃辣的話 中間我就是點了麻辣鍋 中間這個就是麻辣 這裡面竟然還有 這是麻辣鴨血嗎 吃一下 撈起來 好酷 因為它造型是很獨特 中間是一個小小的麻辣鍋 跟我們一般吃那種冰室 什麼都不太一樣 很入味 很入味 代表它非常地勇氣 然後來到這邊吃完 這些火鍋類 妳可能會覺得 妳還是不飽 想要來點小點之類的 妳一定會不飽 所以 台灣有這些排餐 你知道人家會想說 我到底多會吃 妳知道嗎 妳不要 不要太小看這事情 比較謙虛了 一般妳點這個異板牛排 很漂亮 異板牛 剛剛是妳吃牛腔 換我來吃一下 這 這一整盤的分量很多 妳有沒有覺得妳這樣 進來這個水管屋裡面 妳真的是很忙嗎 就是吃過去吃排餐的 好嫩 很嫩 這個醬很可以 主廚說它的異板牛 它有用紅酒去醃製過 所以會更軟嫩 但咬下去真的是有紅酒的香氣 在肉汁裡面 重點是它這個醬很厲害 這是主廚特調的烤肉醬 烤肉醬 我們一般在外面吃的牛排 可能就是黑胡椒或是蘑菇 但是這個烤肉醬很提味 有喝妳的味 我喜歡 我來吃一個滷味 有大腸 最愛的 就最愛 大腸 等一下 我要拿一個大塊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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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大腸 配完滷肉飯 等一下 怎麼會還會有滷肉飯 滷肉醬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真的 來到這邊好像天桃 中式火鍋 排餐西式排餐 要什麼都有什麼 應該不用解釋了吧 你光是看我這雞汁肉的感覺 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 它餅皮是 它的皮是非常薄的 很好吃 就一口 拿下去 脆脆的 雞汁就噴出來了 我覺得我們這一餐 午餐應該是可以飽到晚上 這一餐 我跟你講 讓妳4公斤 先吃再說 美食當前 體重都不是問題 妳慢慢吃 慢慢吃好不好 好 這樣吃完還有一些甜點 這樣 這樣 還有甜點 妳不覺得我們這一趟來到彰化 這個湧進地方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我們後來又來到園林 拍這個網美照 這兩天一夜行程 真的是我覺得 我重新認識了一個 不一樣的彰化 真的 彰化除了好拍 好吃 好玩 這真的跟我之前 以為彰化只有古蹟可以掛 沒錯 是不一樣的 這次來到彰化 真的是帶大家好好地放鬆 輕旅行一下 然後感受一下彰化 因為其實彰化的 就是道路跟景觀都是非常地平靜的 就是你光走在他們的路上 你會覺得非常地放鬆舒服 然後除了有經典的古蹟 了解歷史文化之外 還有很多新型的網美景點 這邊太值得來 而且彰化有一個最厲害的代表 就是他們的人情味 真的 是不是 彰化人真的很有人情味 我好喜歡這裡的人情味 就是你想要感受一下 以前大家這樣溫暖的感覺 就是來彰化就對了 我跟妳講 妳回去的時候不要覺得難過 那只是台北人正常的態度 妳會覺得有一個大落差 真的 是不是 對 不一樣的人文風情 但是我自己個人 真的是滿喜歡彰化這裡 我們下次再挖掘 彰化更多好玩的地方 對 我真的覺得這一次 除了我們去的地方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沒有去發掘到的地方 下次再帶大家 繼續好好地暢遊彰化 沒錯 那我們先開吃了 不好意思 真的超好吃的 肉片要多涮一下 好